反色脂肪又稱為反色脂肪酸 液態脂肪酸或轉脂肪酸 英文為Trans fatty acid或Trans fats 是一種不飽和的脂肪酸 動物的肉品或乳製品中天然所含的反色脂肪相當少 如果用天然脂肪反覆煎炸或增成少量的反色脂肪 人類食用的反色脂肪主要是來自經過部分氫化的植物油 氫化是在20世紀初期發明的食品工業技術 並於1911年被食用由品牌Risco首次使用 部分氫化過程會改變脂肪的分子結構 但氫化過程也會將一部分的脂肪改變為反色脂肪 由於能增添食品的酥脆口感 矣於長期保存等優點 這類脂肪被大量運用於市售包裝的食品 餐廳的煎炸食品中 與其他可以在飲食中攝取的脂肪不同 反色脂肪對健康並無益處 它不是人體所需要的營養素 食用反色脂肪將會提高離患冠狀動物心臟病的機率 因為它可以令到懷的低密度脂肪白膽固醇上升 並使得好的高密度脂肪白膽固醇下降 世界各地的健康管理機構建議將反色脂肪的攝取量降至最低 一般認為,經過部分氫化的植物油和純天然的植物油相比 前者對於健康造成的風險較大 世界衛生組織不斷在報告中重新要逐步消除脂肪酸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 飲食中僅應包含極少量的反色脂肪 低於每日攝取量的百分之一 以一個每日消耗2000卡的成人來說 這個量相當於每日攝取不超過2克 反色脂肪在少數國家中被嚴格管制 而很多國家已經要求食品製造商必須在產品上標注是否含有反色脂肪 也有很多因為反色脂肪而引起的法律訴訟正在進行 很多食品公司已經主動停止在食品中使用反色脂肪 或增加不含反色脂肪的產品線